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苏建天安 大家平安 这四年代因为生产下淡不断加勤 加上现代人在心灵的间谍 我們無法清除伊翁的時代可以很簡單 就找到適當及及時投放的方法 所以有很多交率、優率、甚至新生政 頂頂精神方面的問題 漸漸在困擾現代人 很普遍的文明兵 這種嚴重的情形 其實我們可以對很多的狀況來觀察到 譬如說,利用在台灣投伊翁醫的學生 除了真正對精神醫學有負擔的人以外 可以說,大多數伊翁醫的學生 比較少人願意做精神科醫生 因為在所有的科別,精神科的收益並不是很好 另外有一個理由 就是台灣早期的社會,不只生活欠貴 但是精神殘民十分負擾 最對的,人剛才是生天的威團 精神方面的無病以外 並沒有什麼精神方面醫療的需要 所以長久以來,精神科的生理並不好 就是這幾年以來 我相信我們在平衣,在江族 就是我們對平衣 我們有去看,我們越來越發展 我們越來越發展,利用很冷門的精神科 現在變成平衣最嚴重的科目 這些現象,我們可以對每一年 在精神科,來問這個因素 我們可以發展這個很嚴重的問題 我這句話來說 台灣的社會剛好跟早期我們的社會 生活平台有180度的不一樣 早期的台灣,心靈 沒有欠貴,但是心靈負擾 現代的物資生活超過的 所以有哪來哪些人在精神方面,參省困難 我這麼久記得我開始 5月以後,一直有一個很困難我的問題 就是每個星期的災棄一定會痛 當我開始進入 新研究所 對抗互的學生,我會知道這是一種 因為精神 壓抑引起精神方面的問題 我們請坐身心症 而且,不僅是我有這種問題 台東所謂的物資 都有身心症的困擾 所以你知道有可能會好嗎 會好嗎 身心症會好嗎 蛤 天君說得沒錯,會好 當時的好,六十五歲退休 就主動的好 所以我們知道大多數 壓力是現代人共同的困擾 如果沒有好好處理 等級壓力,就會因法更嚴重的問題 既然壓力是現代人不可票便的問題 正常來說,我們不可能 多在任何沒有壓力的狀態面 如果是這樣 是不是民主壓力 我們不應該消極來倒閃 反正當中 應該警察清楚認知 也透過我們的理解 共同來憔悴 一個社會 來投放壓力的方法 提升我們的生活品質 甚至可以讓壓力 很多我們 這麼民生中的動力 所以通過今天的政党 不然我們也可以跟我們 三到四個幾個很重要的問題 這段經濟 既在醫生的最 讓我們紀念的聖地 因為面對極大的壓力 參省的亂用 他在那裡是 上帝所擔任的一位老婆 他對上帝領受極大的開洛 所以雖然 耶和法的聖地 只剩下一個 就是當他面對 翁兄爺世伯 所佩用四百五十名 夾聖地的時候 他在那裡 不但沒有任何的燈盤 警察因為上帝同在 結合八十的力量 來造別 這個巴力 四百五十名的夾聖地 在經歷 這麼飛鴻的作為遙 我們卻發現 這麼勇敢 相思也是 上帝當英 領受上帝 極大開來的他在那裡 卻因為 翁兄爺世伯的生日 以及 對天等天就著 直覺 賣出他的死命 來驚嚇倒走 對他在那裡來說 所有民主的總控 哼哼超過他的能力 收攤負擔 他在那裡 看見自己的軟欲 他在那裡 看見自己的驚嚇 看見自己的無靈威力 面對死命的危機 他在那裡 選擇倒閃 不只 都票 翁兄爺世伯的対策 也都票 上帝對的互調 不然你繼續 生日 每天 過這種 提心調達的生活 甚至我們看到他在那裡 面對極大壓力 經驚嚇對上帝 基督 恩上帝 求死說說 打算了 贏給我 求利出我的死命 因為我沒有比我的烈奏 更贏 各位親愛的那些 是不是看見這段的記載 讓我們眾議 有這種的鐵灰 原來中國人 經常在說一句話 所有主課 所有教育 泰山分於錢 而色不變 這句話 我要跟我們說 是假的 原來 都只是說說而已 不是面不改色 實際上是嚇呆了 沒有辦法做出任何判斷 失去處理事情的能力 所以算三崩 要不要走 因為腳軟 口袋 濺濺濺 我們面對極大的壓力 欣賞人 都一樣 在壓力裡面 我們看到自己的優寒 在危機的中間 我們經驗自己的無量威力 在死命高官之下 我們同樣 腳手肉皮皮削 所以我們看見 當亞蘇民對食味嫁道路 在客生的馬鈴行裡面 亞蘇經歷那種的無助 那種的驚訝 亞蘇對上帝困求說 我的杯子 若未做得 就讓這個杯離開我 總是不是照我所愛 是照你所愛 生日 不管他經歷 多年大 的長眠 也不管他正經面對多年大 的危機 總是可以在上帝囊 在安人道過 總是當危機 就在日本來的 是他在 他還是沒辦法面對 這麼大的壓力 這個壓力是 這麼厚的 一趟長 甚至 讓他對上帝來求死 如果我們用 精神醫學的角度 來檢驗 亞蘇的背景 我們可以發現 現主持的亞蘇有 整個壓力的反應 第一個反應 叫做 莫名的憤怒 莫名的憤怒 因為壓力 亞蘇對上帝困求參選 這位 甚至上一切都 全球在上帝心中 亞蘇對上帝說 我為了亞蘇法萬鈞 上帝大法的心 因為他小的 氣殺你的玉 揮毀你的 你這間庭 用倒台你這間庭 只剩我一個 他要 孝順我的生命 要處理 壓力 他們去伊莉亞的憤怒 甚至讓他 影響他 繼續讓他 的心情 對伊莉亞來說 現在的因 死比我 影響壓力 更加容易 第二 意義的追問 他在那裡不知道自己為了上帝 這年的心有什麼意義 他在那裡發揮自己 現身的心思 他不知道這種付出有什麼 的隔達 當他在訴訟自己的付出 竟然換來這種的造孤 伊莉亞失去生存的目的 挖下去的勇氣 所以伊莉亞沒有再燈燒 自己的死命 第三 心靈的麻痹 面對上帝的天才照顧伊莉亞 伊莉亞 反應是冷淡 屬世上 這個時候伊莉亞 已經彎彎彎 彎彎失去 倒極 砸 除了睡以外 沒有任何的事情 是伊莉亞可以去追溯 這是典型 無法度面對 危機 所產生 一種退縮的表現 甚至已經失去伊莉亞 處理事情的冷律 是嚴重失去平行的政策 換一句話來說 這種的心理狀況 讓伊莉亞 已經 完完轉轉被壓折 被危機來打敗 各位請問一下 如果我們用 負擔的理論 來看伊莉亞的政策 伊莉亞的政策 是典型 精神創傷後 壓力 啊 患者 根據美國政策 伊莉亞的政策 伊莉亞的政策 來定義 所謂政策 啊 創傷壓力 的平凡 就是當一個人 經歷 極度的壓力 對一般的反應 就是 恐怖的反應 所以 常常有三大 的政策 第一 就是這個 創傷的壓力 會對你的民望 就是 活躍不斷 來經驗 這些過期的 啊 創傷的經驗 第二 對創傷相關 的刺激 來 啊 參省途平的反應 對一般的反應 啊 麻木不仁 第三 不斷相關 經隔性 這就是 憲災的伊莉亞 如果沒有馬上治療 你起笑 已經沒有 建國的故事 在地上地 作用幫助伊莉亞 來經過人生的 低潮 精神創傷 以及專業來處理伊莉亞 所有問題的壓力 我們要說 這是一片 協談的模範 相對 背負伊莉亞 相對在那 聽伊莉亞 的賣願 相對 平無為到自己 做任何的勉改 相對 方前伊莉亞 看見在 建共的表面 的面 其實我們總一顆 很容易受傷害的心 相對 讓伊莉亞 在那裡 全所未有的效果 整個變 都是相對的天才 大親 伊 來叫親伊莉亞 相對經過 吃到種種的機會 幫助伊莉亞 定心站起來 在 整個的過程中 我們沒有看到 相對有 應好的設備 伊莉亞的專業 並沒有影響 它在相對面前的要緊 相對用我們伊莉亞 有專業的事 有妖怪的事 有受傷害的事 有失敗的事 有心情欠缺的事 相對接著問伊莉亞 伊莉亞 你在這裡創什麼 來幫助伊莉亞 認清楚現在自己 並且幫助他做出 很要緊的決定 健康的行動 到目標 到目標 俞